蓬佩奧逮到機會 又來對付大陸了 他說 正是由於從中國得到的資料不完善 才造成美國陷入現在的困境 美國現在都是被你中國害慘 我們跟你要資料 你也不給我 我們發現要跟中共合作拿到資料 是多麼讓人沮喪的事情 然後看待北京控制疫情 我們對北京武漢所做的努力感到高興 但仍然要記得 這個是武漢病毒所造成的 然後呢 病毒我有高度信心確定 來自中國 好吧 就算病毒來自中國 那你又怎麼樣 這很好笑的事情 病毒又沒有護照 他到處可以亂跑啊 所以他說 都是你中國害的 那又怎麼樣咧 流感不是上次流感 流感不是美國的嗎 講這個沒有什麼意義啊 因為基本上喔 龐佩奧是軍火商出身啦 那軍火商出身有個特點 就是唯利是圖 人命不值錢 那軍火商的價值都這種這樣 你再看美國的官民 只要出身軍火商 大概就是龐佩奧這種德性 那 他本來是個商人 而且是最低 不是 是軍火商 就是商人裡面最低等的叫做軍火商 道德水平比較低啦 因為他是靠人命吃人血饅頭賺錢的嘛 對 有些軍火商 基本上還會做民間的一些產品啦 比如說波音公司等等 但是他做的軍火商是純粹做武器的 那我們不用管他過去的職業啦 基本上他的職責就不斷的去 在中美對峙上面 如何跟中國去對幹 這是他的工作 所以我們體諒他的工作是如此啊 然後他說他拿不到什麼 中國的資料 奇怪 WHO都拿得到中國資料 那為什麼他拿不到 我們就覺得很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更有趣的 中央情報局 連德國總理 那位女總理的手機都給監聽了 他去監聽中國的觀念有什麼難呢 何況北的沒有啦 美國CIA在中國大陸安插的 各種身份的間諜 姓名是一大堆 我不相信他拿不到 那如果拿不到呢 表示說 美國也沒有很厲害吧 所以基本上他講的是要推卸責任 為什麼 他不需要大陸給他任何資料啊 人家現在發現喔 美國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 面對這個疫情竟然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美國怎麼跟印尼一樣 沒有檢測能力 所以不曉得有多少人確診 感染放的有多大 到了日本的人 日本人開始懷疑說 你美國那個流感 到底真的流感 還是冠狀病毒 對 一講話 美國的紐約的股票大跌 他們才發現說 哇 我美國高大上 竟然跟印尼那個 比較落後的國家一比 印尼是真的沒有太多刺激可以檢查 我們可以體諒 他們國家比較窮一點吧 但是你美國這個 不可能是個原因啊 他才發現說 原來他們試劑真的不足 第一個問題 而且很貴 然後呢沒有能力 然後流感 過去流感的人 並不是每個人都檢測你是不是流感 他很多是 很多是憑醫生說 我判斷你是流感 就當作你流感 然後屍體 現在也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檢測了 所以到底有多少人其實是 第二個現在美國人才正搞笑的 他發現說 美國有96%的口罩 是從中國大陸進口的 然後他現在不是什麼東西 都要把中國大陸的提高關稅嗎 唯獨口罩開始降低關稅 那現在中國大陸給不給 還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大陸自己用的不夠吧 現在應該夠了 因為大陸現在大概每一天 可以生產將近一億五千個口罩 陳時中每天在那邊耀武揚威說 我們台灣好棒棒喔 我們一天可以一千 還沒有到一千 他說馬上就可以每天 生產一千個口罩 一千萬個口罩了 全世界沒有人比我們厲害 不過我們生產的是 一般的口罩 不是醫療用的口罩 大陸人醫療用的口罩 台灣百分之百的口罩 是大陸工業的醫療用的口罩 而且大陸現在是 我們現在臨時趕工的東西 不是醫療用的口罩 是一般的口罩 一般的口罩 一般的外科口罩 不過也許隔兩天 你可以看到 蔡英文政府會說 我宣布捐贈美國多少口罩 這個事情都會發生的 美國現在口罩也不夠 非常嚴重 不夠 非常嚴重 缺 因為都是大陸慶痛 而且現在美國 發生最嚴重的地方 是兩個跟華盛頓有關的 一個叫華盛頓州 Washington State 一個叫華盛頓 但正式名字叫做 哥倫比亞特區 這兩個地方 死人的死人 感染的嚴重的嚴重 而且有兩個美國的國會議員 被要求自我隔離 這個好像有點像西班牙流感 當時在美國發生了 但是因為西班牙國王 阿芳索十三世 也被感染了 是他的叫西班牙流感 現在看起來地位最高的被感染 是美國國議員 從此要改名叫什麼 美國國會會員 這樣會不會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人太大意了 以他的醫療科技能力 他是有辦法解決的 可是他的治理模式 沒辦法解決 為什麼 因為他不可能說 憑著川普一道命令 說哎呀 你現在 所有的檢測 通通是公費吃 他不可能這麼做 因為他現在到了美國 一個龐大的醫療團體 利益共生體 第二個 川普要競選連任 也得要把這個疫情 說漫天大謊 他要隱密疫情嗎 那個至尊公主號 只檢查46個人 才21個人是有確診而已啊 其他人沒有檢查 都不算數啊 為什麼 他怕這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好不容易壓迫聯邦準備銀行 把利息降低 讓股票稍微撐著 那如果他的檢測出來 是大量的有確診的話 這一下還得了呢 美國要開始白夜蕭條 那他今年11月競選 那怎麼辦呢 那至尊公主號上面 有3500多人 現在已經有兩個人 死在上面了 而且這個至尊公主號 之所以不能原諒 是因為 他是2月11日開航 2月11日 我們大家已經大陸 台灣華人世界 已經慌亂成一團 已經怎麼樣 他竟然還搞這個郵輪啊 要不然有個鑽石公主號在前面 所以現在川普是死撐著說 美國的經濟好得不得了啊 絕對不可以有問題 所以當然會船召開啊 對不對 酒吧召開啊 餐館召開 旅遊召開 到時候感染 如果整個爆發的話 那就不得了啦 美國現在還是 有人說 中國大陸沒有民主自由 是專制的 是極權政黨 結果他每天都給你公佈 你說公佈我不相信 他老明都這樣 這是假數字 現在美國什麼 一不檢測 沒關係 美國沒關係啦 這個第二個 檢測以後 不公佈數字 不公佈數字 沒有關係啦 美國什麼都可以 這是台灣網民的兩套標準 就在這裡 這很厲害 美國沒有數字 因為美國有民主自由 其他都OK 懂不懂 所以這是台灣叫什麼 叫做民主自由綜合併發症